Hello各位,今天很高興邀請到身邊Oscar Oscar是我們的會計師顧問Oscar Yip 其實他身處在Liverpool 亦做了很多年會計 大家如果現在想著拿著BNO 就想著去英國居住 其實會不會有些稅務上的東西要準備呢? 由於稅務是一個比較專業的範疇 所以我不敢亂回答大家 很榮幸邀請Oscar去一個簡單的訪問 對於近年來也有很多香港人 尤其是投資英國物業市場 他們都傾向找一些華人的會計師 例如香港人,大家都想找香港人 同聲同氣一點 其實這個趨勢是否都在這裡 你看到越來越多的香港人過來這邊去買房子呢? 其實是的,尤其是正如我剛才所說 就是會率的效應 再加上現在很多朋友都想考慮一下 試有環球的投資 即是會分散,不一定集中在亞洲地區 英國始終都是一個比較熟悉的地方 很多香港人都會明白到 可能會有一些以前的親戚朋友在這裡住 或者是一些朋友以前在英國讀書的 然後現在回到香港做事 然後又會想回頭 就投資回英國的物業 我們都會遇到這一類型的客人 我們都很樂意為他們提供一些協助 或者一些個人化的服務 就是說我們會考慮到 他們每一個人自己的家庭狀況 然後可能會和他們去計劃一些 不同的投資方向 可能會是用個人名 或者是比較流行的 又或者甚至現在會說 用公司好不好 又或者說 我聽說銀行利息現在不能扣稅 很多客人都會來請教我們這一方面的問題 因為始終外國人都不是最熟悉最新的狀況 都是需要靠這邊的人幫忙 現在來講 BNO都可以有一個機會 大家香港人就拿完 就過來這邊移民 都不錯 大家第一件事想到很開心 可以免費移民 第二就是想一下 會不會是可以找到一些免費又好的學校呢 第三件事想到 我本身都有少少資產 我都怕 其實英國都是全球精髓 就算我在香港拿著房子 如果我移民到這邊 香港的房子賣的時候 也怕會產生一些資產增值稅 或者諸如此類 我在這邊找工作做事 稅率有多少呢 其實都會有很多這些問題 將會出現 沒錯 我都會提提一些人的 你要小心點 不要說拿著BNO就馬上飛過來 因為原來稅務上安排得不好 可能原本你可以避免一些稅 就變成要交 也算是蠻麻煩的 尤其是資產增值稅 有些人說 先過來 其實有機會 你一到補 你賣香港房子的時候 就要交這些稅 其實這些全部都要一個 預早的策劃 才好去做 接下來為什麼我們邀請Oscar 在一起 就是因為 始終真的有很多的稅務上的細節 或者你自己拿什麼護照 不一定是香港的特區護照 或BNO 可能是其他國家的 拿著加拿大護照 你也有全國徵稅國家 會不會兩邊都要抽稅呢 很多這些的稅務問題 我就邀請專業人士Oscar幫忙解答大家 我們知道 Oscar除了是一個會計之外 其實自己也是一個投資者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你這邊投資的經驗 可以 我自己以往都有的經驗 買過HMO 有些商店 或者食市 酒樓等等 以前曾經有一個HMO的經驗 可以和大家分享的 就是 我們就買了一間 前身 一百年前 是一個酒吧來的 然後到我們接手的時候 就是一個職私樓 他們就拿來做辦公室 因為我買的原因 第一 就近我自己公司附近 一些造務處理的工作 買了下來 然後 但是當時是沒有HMO牌的 變成了 我就需要 去了解怎樣去拿HMO牌 到那些不同的 Safety 的 Requirements 拿電工 或者是煤氣 各方面的牌照的工作 都有親力親為去試過 亦都感受過 要跟一些建築家 和工廠家 去配合 因為工程都很大 來把一個原本 是一個辦公室 改成七個房間 亦都有套次 所以要不停跟他們 來來活 那裡都搞了好幾個月 才可以入伙 好 其實你也很清楚 一個改裝的工序 涉及的資金 或者一個項目去管理 都很熟 對 正如我剛才所說 都近我自己的辦公室 我都很老實說 有點懶惰 不用叫Lating Agent 我自己處理 當中亦都涉及到很多有趣的事件 例如 因為我們這間Hicture Mall 都近利物浦大學附近 變成 跟我們租的班人 都有學生 亦都有附近上班的打工仔 有時那些學生 真的會告訴你 沒有網絡 或者洗衣機不穿 都會找我們 我都會很明白到 大家海外業主的時候 如果真的要自己處理這些問題 都會有時是很頭痛的 對 不要說海外 你自己在旁邊住 都會覺得有很多事情要處理 所以Lating Agent 真的很好幫助 走過去看 對 對 對 經常都要 我都明白 如果WIFI不行 就第一時間通知你 比暖路更慘 不懂得穿 沒有WIFI真的很慘 對 有些好情況 你會問他 喂 你有沒有插插帳 然後他說 對 有人拔了插帳 因為Hicture Mall 一屋有六七伙不同的人 亦都不是一家人 你會遇到 我們中國人說 國家自掃門前說 我不管我旁邊屋的租客 是甚麼情況 總之方便了自己 但是他沒有考慮到 別人的感受 變成有時很多種種的問題 都會衍生 所以接下來我的試堂 我都會邀請Oscar 都會準備一些 關於大家很切身的 想知道的問題 到時候都會和大家一起探討 今天一個簡單的訪問 很感謝Oscar上臉 接受我們的訪問 接下來的時間 希望我們可以一起 在畫面上和大家見面 我們就OK 這一集就聊了 我們下集再見 謝謝 拜拜 拜拜 喜歡這條影片的 請你給個like 和share出去 歡迎藍藍我們的網頁 facebook專頁 和youtube channel